你能想象这是一个王族吗 他当众从妓女群底钻过 只为让在场的大人们知道他没有野心 但仅仅一年后 他就将走上朝鲜权力的顶端 将这些给他带来耻辱的大人们踩在脚下 但此刻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 他和另一个王族 贸然的向全情朝野的金家发起攻击 却不曾想中了圈套 被扣上谋反的帽子 此时连想救他的王上都显得手足无措 因为金家的势力太大 而他又刚好落入圈套 男人摇摇晃晃心里念着 此时闯进朝堂说男人无罪的 是金城第一相识崔天崇 他将自己找到的证据呈给王上 纸上的数字对应扇子上的位置 就得到一封密信 密信的内容是用假帐簿骗新宣君 那张写满数字的纸上有金家的符号 崔天崇说是金家密谋陷害新宣君 金座跟立马说道 虽有我家的符号 但也有可能是他人伪造 崔天崇接话道 不管姓是谁的 这封信证明了新宣君是被欺骗的 所以新宣君无罪 借着这一条证据 王上快刀斩乱麻 是新宣君无罪 另一个王族李夏全则被流放 没几日 李夏全自尽而亡 逃过一届的新宣君跪在崔天崇面前 要其成为自家的臂膀 推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 崔天崇告诉新宣君 现在就要带儿子去赵大飞出 赵大飞刚失去事如其出的李夏全 你儿子可以弥补这个位置 崔天崇告诫男孩 一定要真情流露 在大飞店 男孩一下就扑到了大飞面前 一番满含热泪的言辞之后 大飞真的被触动了 让男孩暂时留在宫中 新宣君回到家 立马召集其他宗亲 希望大家统一意见 推自己儿子上位 在新宣君以为大事偏向自己的时候 金家也在谋划储君人选 几天后 赵大飞召见新宣君 说有好事宣布 这让新宣君摸不着头脑 随即两个陌生人走进来 赵大飞介绍说 这是当今王上哥哥的儿子永云君 新宣君说道 王上的哥哥早早离世 并无子嗣啊 赵大飞说 这是李亨老大人带来的 还会有假 并且命理事已经算过 他是帝王之才 此时另一个男人缓缓转头 他便是赵大飞口中的命理事 崔天崇一眼认出 此人不就是十年为中科举 大闹他算命滩的松城吗 他哪是什么命理事 这其中必有阴谋 新宣君和崔天崇走后 赵大飞让能遇见 别人未来的王主说说 永云君有没有帝王像 王主说并没有在永云君身上 看到帝王气息 可赵大飞不服气 决定应推永云君上位 之所以如此 也仅仅是因为永云君 和大飞视如己出的 李夏全长得太像了 并且两人手臂上 都有相似的胎记 但赵大飞绝对想不到 这一切都是害死李夏全的金家长子 金比云在背后操纵的 没几天 赵大飞召集宗亲还有王上 讨论王位继承之事 并将永云君换上殿 王上并不知道自己的哥哥 还有这么一个儿子 但当永云君说出 只有王上哥哥才知道的私密事实 王上也相信这是自己的侄子 随后赵大飞宣秘理事松城上殿 问他是如何发现永云君的 松城说 草民偶然遇见永云君 发现他有着帝王之相 深深巴自由透着龙的气息 随后将其引荐给李恒老大人 随后探访发现 他竟是王族宗亲 这就是上天赐给朝鲜的下人帝王啊 就在此时 崔天冲求见 他说新宣君之子李仔晃才是帝王之才 王上说 你俩一见相左 到底谁对呢 崔天冲说道 王之气运就是国之气运 能看出帝王之才的 必能看出国之气运 此刻王上明白了 说道 那你俩就算算近期的国运 算对者 才有资格说谁是帝王之才 他说这些人是帝王之才